我们这一期继续暴力杰克 新篇章 火眼魔人片 这篇客串的漫画是宇文景豪的 冬隆隆眼魔君 其中的角色造型应该是OA版的鬼公子眼魔 冬隆隆眼魔君有很多的动画画版本 本身因为画风问题有的部分情节和画面是不宜播放的 所以国内了解这个的可能不太多 不过这也算动画画比较多的好业作品 故事开始客串过来的主人公出现在了关东平原 他主动找上龙君让他们带自己去见平衡库王 但是因为龙君的不配合 只好用自己的岩系法术将他们消灭 他故意放掉了一个龙君 希望能跟踪他去找平衡库王 少年杰克路过森林的时候 不小心看到了玄女洗脏 此后被玄女发现冻上了冰块 玄女的造型也出自OA版的鬼公子眼魔 在玄女离开后 宇杰克也来到这里救出了少年杰克 据他们两人所说 最近关东出现了很多超能力者 宇杰克认为 或许真正魔王苏醒的时候就要来临了 同时炎魔也来到了魔王城的外面 平衡库王正在殴打飞宁 发泄怒火 被黄梅子劝阻 这时突然发生了地震 三元山附近的火山再喷发 少年杰克觉得最近的关东十分诡异 风人从河中窜出了什么东西 这是河童啊 同样出自OA版本的鬼公子炎魔 不过河童上岸后 渐渐变化成人类的样子 这吓了少年杰克一跳 不过虽然说是人类的样子 脸还是很诡异 炎魔这边在魔王城门口利用自己的能力 生成了各种奇异幻象 求见平衡库王 这次终于如愿得到了接近 他自称来治疗平衡库王亲病的医生 并说出如果想治病的话 就让这些手下离开 随后嘲讽平衡库王是不是怕了 不敢和他单独在一起 虽然手下的龙军十分生气 但是平衡库王答应了对方的要求 不过平衡库王要求炎魔表明身份 随后炎魔说 他拥有可以自在操作火焰的能力 并且还会除妖 并且说现在关宗之所以出现妖怪 都是认为平衡库王有了心病 是平衡库王将妖怪召唤过来的 平衡库王随后让活妹子和手下都退下 不过活妹子害怕 对方是来刺杀平衡库王的刺客 平衡库王表示没关系 他承认最近得了心病 只剩下炎魔和平衡库王的时候 平衡库王说出了自己的心病 最近他总觉得 自己的体内有什么要醒过来了 虽然他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但是他觉得一定不能让他清醒过来 阎魔答应为平衡库王扫除关宗的妖怪 说这样虽然不能根治平衡库王的疾病 但是能够让他安心 阎魔拿到了报酬回到了同伴这边 活妹子的梦中出现了很多怪物 阎魔三人组开始在关宗扫藏妖怪 徐妮说这些妖怪不该出现在关宗 不过这时候面有声音场 徐妮他们没有资格说这种话 并且让徐妮他们也消失 原少年杰克和女杰克来到了这里 从他们的谈话可以得知 徐妮他们在暴力杰克的设定也是妖怪 不过徐妮他们对女杰克和少年杰克不放在眼里 没想到巨人杰克也在附近 虽然他们很忌惮巨人杰克 但是也不是不能打 巨人杰克对炎魔 女杰克对上合同 而少年杰克对学女 这里的设定呢 炎魔的真身是一只怪鸟 他抓住了杰克的脑袋带现空中 随后从高处抛现 杰克趁着炎魔大意 抓住了对方的双组 随后重伤了炎魔的胸口 两人在空中激战 不过炎魔不敌 最终炎魔启动了类似自爆的招数 要和杰克同步一进 不过这时候少年杰克和女杰克 也解决了巨人杰克合同 虽然炎魔自爆 但是杰克还是平安无事 火炎魔人片完结 这期的比较短 而且大部分都是打斗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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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